眼睛干涩发痒是什么原因 如文医生科药专家 金明丽 CN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眼科副主任医师 眼睛干涩发痒 是我们最常见的眼部的表现 这个疾病 譬如干眼症的一个表现 那还有就是有一些人是因为注视 看电视啊 看手机啊 看电脑时间过长 引起来的疲劳 它也会表现有眼部的干涩发痒 那当然由看电视啊 看手机引起来疲劳症状的眼部干涩发痒 通过我们休息以后 它的症状是可以缓解的 那如果长时间不能缓解呢 就建议呢 去医院做一些检查 来排除一下是否是干眼症 那医院呢 有一系列的检查 可以帮助检查干眼症 那大部分的原因是一个我们这个检板线的排泄的功能 它异常以后我们叫做检板线功能障碍造成的眼表的这个 肋膜 肋膜蒸发过强造成的 那么由这些眼部的这些问题造成的干眼症呢 我们通常是要使用一些人工肋液啊 等等这些治疗才能够缓解的 所以眼部干涩发痒呢 主要我们还是要看是否能休息缓解 如果不能缓解 建议还是去医院及时的检查治疗 没有人工肺能 那是在这个检查